林布宜 这个女孩有多牛 寒冬拉月好好的灯会不看 在水里扑腾 只为了和心意的男子来个亲密接触 原来玉昌郡主得知今夜林布宜也来了灯会 就准备使个计谋 让林布宜来个英雄救命 谁知婢女去找林布宜呼救时连个正眼都没得到 甚至是路过桥上都没有下马救她 任她在水中扑腾 这也是看热闹的鸟鸟到了水边 发现这水中有污泥 明明水不深 这么多家丁为何不救人 鸟鸟一脚就踹下去一个家丁 然后还退到后面表示自己是无辜的 不是我犯了 谁踹的我 这一切都被林布宜看在眼里 那一身红衣的女娘 让人夺不开幕 郡主看眼下这个情况也没法再装下去 只能灰溜溜地站起身 果然那水才没过郡主膝盖 这时有人喊到酒楼着火 鸟鸟惦记着自己的千里醉 往酒楼方向跑去 而刚刚还对郡主落水而冷眼旁观的林布宜 看着鸟鸟去的方向跟了上去 鸟鸟听到父亲在喊自己 便四处寻找父亲的身影 这时却被人撞倒在地 眼看着灯笼架子砸向自己 突然被人抱起 这一刻时间就像静止的一般 茫茫人海里 两个人眼中此事只有彼此 林布宜将鸟鸟抱向安全的地方 嘱咐他注意安全 留在此处了 把昨天都作异 把昨天都作异